小小魚出場 可以看到小小魚 手捧著腦白筍特製的捧花 像是三隻伴喜事一樣 有一種待嫁女兒的心情 要將這份喜悅 和現場的嘉賓朋友來分享 特別的是呢 在小小魚手中的捧花 外殼的包裝紙就是橫山國小 用小白筍殼製成的手抄紙 在龍山上 所以比較熱 所以我們理事長說 這個比較好吃 這個比較團統的 那我們知道每一年小白筍 在我們秋季的時候 上市之後 很多的家庭主婦都很喜歡吃我們的咖啡筍 尤其我們知道咖啡筍吃起來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的健康 我只是說最喜歡吃咖啡筍 那我們三隻除了咖啡筍還有西瓜 還有咖啡筍還有很多農產品 那三隻也是非常漂亮的北海岸的風光 那其實我們這個週末開始辦的小白筍節 就是要希望大家除了到那邊品嘗我們美味的 咖啡筍的料理 小白筍的料理以外 也是希望大家多到我們三隻來旅遊 多到這邊來觀光 我們就是把農業跟觀光跟地方的特色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所有的地方就是誠摯的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這個週末來到我們新北市 來到我們的三隻帶著家人一起來 一定可以滿在我們一起 正式開訪 畫面看到我們將捷径的大盒山 活力泉水 倒入冰雕水滴田中 象徵萬代三隻的 澡白筍提田 也讓泉水慢動水車的轉動 好接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講話對賓 我們數情大拇指也來比一個讚好不好 市長 我們小小魚 我們雙手 就要來揉捏這個我們的澡白筍 然後它的味道可以給它入味 沈浸在裡面 哎 感覺 市長平常有在下廚喔 好 如果我們都揉捏揉捏差不多 我們也先來拿起來先給媒體 記得朋友拍個照好了 這個是我們因為今天時間上的限制 我們的醬汁 一般是要看我們的腳斑筍 要浸泡24小時給它自然發酵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小小魚跟市長呢 我們待會兒要一起用這個 各自倒入自己的器皿當中 這個就是我們泡菜的醬汁了 好 好 那小小魚我們 哎呦 女士優先 好 我們先把這個泡菜的醬汁 我剛剛有說 要浸泡24小時自然發酵 什麼 水非常脆的天 那我們的腳白水就是我們 因為是平田有養的三隻的水 非常地健康 那歡迎我們所有好朋友 利用周末教育 來到我們的四位十三隻的海岸 來品嘗我們的腳白水 來在市場看到這些 啊 手衣當 行鮑鮑魚 就是山山啊等等啊 好 這比較脆 歡迎大家來試用 其實在家都怎麼料理這個腳白水呢 像品嘗明夜 我喜歡腳白水那種 新鮮的腳白水 因為我們台灣腳白水就是用山泉水來摘種的 然後因為它熱量又不高 對於女生非常地適合 然後對於男生來講 它又可以幫助鈣質的吸收 然後所以很推薦拿來 今天有一個總的產量 我們往年比起來 那價格很多的 對 今年的產量 比起往年來會比較下降 因為今年夏天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異呼會減少會掉的感受 因為今年的腳白水開發的情緒非常嚴重 因為腳白水只要一開發 它就不會生長那個腳白水 所以我們異呼大概整個今年腳白水是會下降 但是價格基本上 像最近的批發價都可以達到九十塊一百塊 所以一公斤啦 所以事實上今年的價格也是力量最高的硬能 但是整個今年生腳白水很強 那就是怎麼會想說 它是把腳白水做成像代替莲子的角色 對對對 那個莲子口味 因為腳白水 我挑那個比較細的腳白水 做起來像莲子一樣 很甜很細 它一般人家以為是莲子 可是它不是 因為是腳白水 所以這段錢都值得到你 還是就是要辦喜宴 喜宴裡面有一個子孫康鹽 通常古代就是說 今天如果要辦喜宴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康鹽 大家也滿滿的工作就在裡面 謝謝 謝謝